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美国将会解除 特别是国务院的外事部门将会解除 在历史上因为为了安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而做出的对于美国和台湾之间这种官员交往层级等等 各种方面的这种不合理的限制 那么美国国务院决定要把这些限制完全解除掉 那么除了保留美国在台协会这个机构之外 另外美国政府其实正在努力的推动 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 那么作为美国参议院必须获得通过的 相当于美国内阁部长级的或者驻外大使级的这样的人选 那么从而进一步的提升美台之间交往的水平和质量 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 美国呢针对于台湾的这个政策 其实包含着这样的两个大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不管美国现政府 哪怕是美国将来的政府 在五到十年之内对台政策做出如何的这种转变 那么事实上美国和中国之间永远是这样的地方 只要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权 只要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那么未来五十年到一百五十年的这个范围内 那么美台之间的这个交往一定是越来越频繁 直至最终美台完全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双边的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 也就是说完全和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是完全对等的一个关系 没有任何区别的 另外呢就是从五到十年的这样一个小的短期的范围来讲 美国由于呢存在着民主政治 存在着政党的轮替 所以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这个党派 对于台湾的这种政策会有略微的一些调整 比如说这一次呢 那么特朗普政府在最后的这样的几个月当中 对台的政策呢 其实这算是一个小的调整 也就是说呢 开始我认为啊 那么现在来讲取消对于国务院的限制 包括宣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克拉夫特当时呢访问台北 这些呢都是一些空头之票 并没有呢对于台湾啊 或者说对于台湾民众的福祉起到什么 实际的作用 有的人曾经呢 猜测过呢 美国这个即将卸任的这个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呢 会闪电式的用访问台湾的方式 来为他的这个执政最后呢 可以说画龙点睛之笔 有的人甚至做出这样的猜测 我想说的是 美国的华盛顿啊 或者白宫 远远还没有啊 可以说失去理智到这个程度 我们不是说美国总统不应该访问台湾 我们要说的是 在美国呢 你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想 白宫呢是一直要 反复权衡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权衡 可以说是白宫 一刻都没有放弃过的一个努力 或者说是白宫一直的首要的任务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在美国仍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持着外交关系的情况下 那么美国呢也看到 通过呢 放出这样一个 特克拉夫特大使 即将访问台北的这个消息 那么北京呢要给出一个 通过他的官媒呢 显示要给出所谓 排山倒海式的这种反应 而且呢要扬言呢 要直接的派军机 飞到台湾的上空 而且要进行所谓彻底的终结 才因为政权 这些其实都是对美国赤裸裸的一种威胁 美国现在看到这种威胁的时候 其实是有两种考虑的 第一这种威胁又可能是假的 或是胡假胡非 但是由于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握有战略核武器 而且呢 台湾距离中国大陆 有不到450公里的这个范围 美国考虑到呢 台湾人民的安全和福祉的 这个一个角度 美国从第二个层次上来讲 还要认为呢 这样的一种威胁呢 从某种程度上讲 如果克拉夫特抵达台湾的话 那么有可能啊 会使这样的威胁变成现实 我们不是说呢 要忌惮于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 或者说中国大陆的威胁呢 看上去是如此令人害怕 而是我们要考虑到 在美国与绝对有信心 最终能够打败中国大陆的情况下 美国有没有这个必要去耗费自己 至少30%的国力 去与中国大陆 拼死打上这一仗呢 这是美国华盛顿 或者说白宫五角大楼 国会山这几个方面 还有国务院 都在一直争论的一个问题 我想多少年之后 这样的一些文件 迟早会解密出来 他们之间的这些对话 一定是充满着精心动脱的情节 但不管怎样 美国一直在试图鼓励 那么一个民主的台湾 一个自由开放的台湾 作为呢 一个民主力量 在亚太地区呢 作为一个反共的这样一个桥头堡 事实上进一步的让世界看到 那么说普通话 说曼德润的这些人 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能力 构建自己一个民主的政体 而不是像某些人对于这个族裔的进行那种歧视 一样说他们只能够适合于专制的 我想这才是我们近期所看到的 那么在观察 美国国务院释放一系列有台信号的时候 我们既要保持一个乐观 但是同时也要保持谨慎 也就是一种谨慎的乐观 才是当前台湾政府也好 台湾的老百姓也好 真正的站在你们自己的这个利益上考虑的时候 那么只有切实把台湾的经济发展上去 继续的按照当前的路子 把当前的武汉肺炎的台湾的疫情呢 牢固的持续的有效的控制下去 给世界呢 一个民主的 一个自信的 一个开放的 一个包容的 一个真正对世界 特别是呢 能够借鉴加拿大 还有美国的对待难民的这种开放文化 把这几方都结合起来的时候 那么台湾在世界上的这种民主的力量 和伟大的形象 将会永远的持续下去 这绝对不是一个 有着战略和武器的任何的独裁国家 所能够比拟的上帝 我想这些也是北京 所应该持续反思和应该认识到的一个 一个战略方向 好的今天的节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